首先是兩件事 今天是香港保衛戰的重光紀念日 在香港本土歷史上來說是別具意義的 首先我想說香港本土歷史上 22年來 香港政府一直想從我們的歷史上抹去 過去英聯邦為我們香港在二戰時付出生命 去保護香港家園這段歷史 反而是引入了一些不知道哪裡來的 中江遊擊隊保衛香港抗日的這段 跟香港沒有直接關係的歷史 來了我們本土的教育裡面 其實這件事是直接影響了 我們香港人對本土歷史 或者是本土的公民身份認同的東西來的 其實我覺得是時候撥亂反正 第二其實就是我覺得歷史是成全到 今時今日已經有一個新的意義 包括我今時今日忍住一隻油眼 其實就跟之前的香港保衛戰一樣 數以百計的英聯邦奉信民主理念的軍人 為香港去犧牲了他們的性命 目的是為了保衛我們的家園 而我們今時今日我們出來上街的人 依然是為了統一的理念 是為了奉信我們的民主理念 去保衛我們香港這個家園 現在你覺得香港社會氣氛是怎樣呢 現在強權要壓迫你們 你覺得為何你們還有勇氣要表達自己 我想香港人是… 我覺得香港人尤其是現在上街的年輕人 他們已經是沒有東西可以再輸 你怎樣嚇我們都不怕 你自己整個都差不多八十一天 八十幾天了 那你整個過程中呢 有沒有說最觸動你的心 可能曾經都有一段時間會掙扎 或者都會覺得累啊放棄 你覺得… 呃…太多…太多… 太多令人心酸的事發生了 首先就是由第一位義律師在泰國廣場 他異性明治那一天開始 那我覺得我們已經到了一個歷史 回不到轉頭的一個缺頭 一個轉類點 是由那一天開始 大家都明白沒有東西可以再輸 大家都一定要走出來 去為我們追求的東西去爭取 那當然之後警察的暴力只是越來越強 我們一直是說要警察去剋制自己 而我們看到的東西正正是相反 那最近還說了 是一些很過份的拉了去拘留所之後 出來是會完全骨折 而警察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相關方面的資料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赤裸裸的謊話 他是赤裸裸地當香港人是傻的 那我覺得香港人應該不會再被這些所謂的語言藝術 去弄得不錯 那自己怎麼看港女 現在就說港女重新電意這樣 首先我從來都不相信港女這件事 所以我沒有什麼身份去說這件事 我今天問個男性會好一些 多謝你 多謝你 我看著馬上